又回到肥媽私房菜了 今天教大家做冰鮮雞 真的, 為何最近教大家做冰鮮雞 因為遲早我們一定要吃冰鮮雞 不要覺得冰鮮雞不夠好吃 不是的, 而且更簡單 叫甚麼名字還沒想到 想到, 告訴你叫甚麼名字 你可以跟我想一下 我的材料是甚麼呢? 冰鮮雞就是… 冰鮮雞便宜而已, 二十多三十元 是不是? 這裡放進去的東西, 你可以改變 因為我家剛才有麵筋, 有竹筍 其實最好是買筍蝦 乾了一隻, 不是濕的 送去那隻筍蝦, 叫乾筍 回來自己用水, 泡了它之後, 倒了 再用水滾了之後浸 那找甚麼呢? 找豉油 找日本豉油、中國豉油 放些油、麻油、冰糖 再燜了它 這樣就會很棒 但那隻雞呢, 要怎麼做呢? 我用的是… 不是放在雞上, 先放在火上 麻油 多點不要緊, 因為我不放別的東西 日本豉油 豉油 倒了出來, 不要緊 把它放進去 要的是甚麼呢? 你想到也想不到 就是麥芽糖 我們買的麥芽糖 我放這樣一塊 為甚麼要放在火上呢? 因為你不溶化它 又不行的 我們把火開了 少許就好了, 慢慢放下 不要… 對了 然後把這三樣東西融化它 它本身就已經很香了 麻油、豉油、麥芽糖 那你還想放些甚麼呢? 融化了就拌到雞裡 拌它, 最好是九個字 但半小時就行了 你醃了它, 包住它 最好是怎樣醃呢? 把它放進膠袋裡 真的嗎? 因為如果這樣放, 要翻來翻去 倒進膠袋裡, 包住它 醃了, 它就會入味 放兩個膠袋 因為豉油一定不能讓它太熱 就要吃了, 是不是? 是不是? 搞定了, 我把雞… 放在膠袋裡 你說我家裡有很多大碗 等等, 可以這樣放 這樣就不一樣了 你可以在家裡, 它溶化了 是不是? 關火這麼久了 只要你的豉油是耳朵就行了 當然, 再來一次就是… 好, 麻油, 兩種豉油, 麥芽糖 好了, 我倒進雞肚子裡 然後再這樣把它… 把它倒進豉油, 倒進去 把它整個醃了, 醃勻 把它倒進去 它一定會漏出來, 再把它漏出來 再不適合, 就用手在裡面按摩 搓勻它, 轉轉它 那我就把它怎樣呢? 把它塞進雞肚子裡 很美味的 把它塞進去 我不知道我剩下這麼多 所以我就把麵筋都放進去 因為麵筋都很乾燥 你可以放麵筋, 可以放粥筍 可以放東西 我這裡還有位置去放些… 放些麵筋 把麵筋塞到醬為止 因為它稍後會很美味 把麵筋塞進去 好了, 這樣做好了之後 我怎樣呢? 我就做一個石紙 這個花椒八角是用來炆的粥筍 我待會兒告訴你怎樣炆 我先把它包起來 可以放在焗爐 又可以用餐, 用石紙焗 平時我把頭斬掉了 不過我告訴你, 這個是冰鮮雞 那我就不斬頭這樣打 我把頭斬掉了, 我把頭斬掉 最好有大張的石紙就更加好 不要大張也不要緊 我把蝦葉拿起, 像河葉一樣可以 譬如我用來就這樣 我不喜歡焗, 我用來蒸 你放一個蝦葉也可以 我這裡…有個雞在這裡 我倒在一點汁, 不要多 倒少許下去 不可以全部倒進去 你不可以說… 浪費了,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全部倒進去 倒少許而已 我包完, 打直後再包著它 不想知道無求包緊它 對, 有些像乞丐雞的做法 其實味道也像 味道也像, 你可以叫它乞丐雞 味道也像, 好 我包緊它 無求包到它, 汁不漏出來 好, 稍後用剪刀剪就可以了 不用怕攔開, 像拆禮物一樣 好了 好, 最好用鑊, 或者厚的東西 要把它蓋緊 譬如不夠厚的, 旁邊就用毛巾蓋住 這樣也行 不要慢火, 要不然等一下就燒焦 慢火 中慢火 蓋過多久? 我想這個要20分鐘左右 20分鐘左右, 這樣就完成了 再不適合十分鐘, 將它轉到旁邊 15分鐘, 將它轉到旁邊 讓它均勻一點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就可以了 我就教大家做這個筍了 我們買罐頭的筍筍 我就放甚麼呢 花椒, 八角 一粒仔八角, 一點點花椒 彈到水了 放一點點花椒 好, 那我們放甚麼呢 就是剛才那些豉油 我不用剛才那些了 豉油 放一點日本豉油 這樣真的要加一點這個 放甚麼呢 冰糖 放一粒冰糖進去, 足夠了 放一點點水, 把它炆掉 因為拿走了那個筍的味道 炆軟了, 炆軟了 炆軟了, 入了味道 就用這個塞進去 就這麼簡單 如果是筍皮, 你就要出水 第一盆水, 千萬不要倒掉 第二盆水, 浸軟了, 就是這樣 放兩粒東西, 炆軟了之後 很好味 好了, 先煮二十分鐘回來 其實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用餐煮的 我一向都用焗爐的 但是就收了很多電郵 你們都說不要整天用焗爐 我家裡沒有, 那就OK 好, 沒就沒了 其實怎麼煮的 剛才我拿了另一隻, 不焗了 就這樣用餐子, 把它丟進去 連筍一起, 就這樣煮熟 收乾水, 不知道多好吃 好 熱, 不要緊 媽媽是不怕熱的 那種醬油的香 你看 沒有彈 好, 只有這一點, 只有這麼多的皮 只有這麼多的皮 哇, 先煮好它 哇, 你看 给你带路呀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